《玄武门之变》 李世民开了一个坏头,正礼堂皇帝的子孙纷纷效仿。 大唐王朝自李世民以后,成功和未遂的玄武门之变,搞了一次又一次,可谓是你帮唱爸爸登场。 李世民有个曾孙,就是太子李仲郡。 李仲郡这倒霉孩子,因为不是为皇后的嫡子,所以太子之位并不稳固。 唐忠宗李显这个人,是个著名的爱妻模范丈夫。 李显对为皇后可谓是百依百顺,为皇后虽然有老公的呵护,但是没有儿子。 皇后没有嫡子,那就只能立数子李仲郡为太子了。 有道是,前不如自买,娘不如亲生,为皇后不是李仲郡的亲娘,但是安乐公主是为皇后的亲生女儿。 安乐公主仗着亲妈是为皇后,就经常欺负太子李仲郡。 兔子急了含,咬人,放太子哭。 李仲郡一生气,带着兵马就杀向安乐公主伏敌,杀了安乐公主的老公和公爹。 也是安乐公主命不该绝,她刚好有事没在家,所以躲过了一劫。 李仲郡干出这种事情来,不造反事不行了。 李仲郡带着兵马,就向玄武门杀去了。 图为张峰义老师饰演了李世民巨章,感谢原作者张峰义老师李仲在玄武门之上, 看着太子带兵打上门了,那是战战兢兢的人。 当时的李仲身边只有一百多个人啊。 李仲郡在玄武门之下,带着人马正在列阵,准备发起强攻呢。 关键时刻,一个名叫杨思绪的太监对李仲说, 陛下稍等,带奴才去取反贼手机。 李仲一听就他们啊,玄武门下的敌人, 可是全副武装的职业军人,你一个太监, 怎么敢夸这种海口啊? 杨思绪说完之后,就走下了玄武门。 只见杨思绪骑着战马,手里拿着马朔,从玄武门冲了出来。 杨思绪马若奔雷,人如闪。 电,冲到一个叛军大将跟前,一下子就把这个大将干掉了。 杨思绪砍下叛军大将的脑袋, 对叛军说,有不怕死的尽管放马过来。 杨思绪这一手,实在是帅呆了。 李仲在玄武门之上,也是看呆了。 闹了半天,李显才发现,杨思绪是太监中的战斗机,宦官里面的扫地僧啊。 李显被杨思绪惊呆了,李仲郡也被惊呆了,李仲郡的追随者也被惊呆了。 大家谁也想不到,一个太监的武功,居然会这么高啊。 在大家都惊呆了的时候,李显的一个宰相可没有呆, 他赶紧让李显喊话,瓦解叛军的军心。 李显马上对着叛军喊道, 将士们,朕知道你们都是大唐的好战士。 你们追随李仲郡反叛,那是奉将军的命令形势,那是军令如山不得不从。 朕赦免你们的反叛之罪,只要你们反戈一击,朕还赏你们荣华富贵。 徒为谢祖武老师饰演的李显巨照,感谢原作者谢祖武老师参与反叛的士兵,本来就是被迫参加的。 许多人听皇帝这么一说,马上就调转枪头,跟李仲郡的心腹打起来了。 一场轰轰烈烈的玄武门之变,就这么失败了。 李显死里逃生,激动得痛哭流涕。 李显为了表彰杨思绪,给了杨思绪许多赏赐。 读到这里,大家也许会问了,一个太监,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武功呢? 据新唐书记载,杨思绪本来姓苏,家里实在是太穷了,才冒姓杨氏入宫当了太监。 大家都知道,太监没有烦恼根,自然就没有男欢女爱之事。 杨思绪不用花时间谈恋爱,就把所有的业余时间,都花在练武之上。 杨思绪本来是高大强壮,再加上数十年如一日痴迷于练武,所以练就了一身毫武艺。 换个说法,杨太监就是正式版的御练神功,必先自攻啊。 杨思绪武功很高,但是身为太监的他,一直没有机会施然舞弊。 李仲郡发动玄武门之变,给杨思绪送了一个人头大礼包,才让世人知道了他的绝术武功。 玄武门之变,杨思绪救了皇帝的命,皇帝觉得,不能再让杨思去当太监了。 原因很简单,让武功这么高强的杨思,去当太监,实在是屈才啊。 李仲郡叛乱被平定之后,杨思绪成了大唐将军。 太监当将军,在唐朝晚期非常常见,就是从杨思绪这儿开始的。 唐朝的太监将军,大多数名声不太好,比如于朝恩和成元镇,就是太监将军中的垃圾。 杨思绪被新唐书列在宦官列传第一的位置,但是他的名声非常好。 杨思绪的名声好,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是他不专权,二是他战功赫赫。 杨思绪成为将军之后,立下了四大战功。 第一大战功,就是协助李隆基消灭为皇后,保住了大唐设计。 为皇后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帝,关键时刻,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发动唐龙之变,挽救了大唐江山。 杨思绪在这一场玄武门之变中,立下了大功。 话外阴,唐朝的玄,武门之变真多儿啊。 图为陈维汉老师饰演的李仲俊剧照,感谢原作者陈维汉老师杨思绪的第二大战功,就是平定安南黑帝反叛。 安南就是在今天的越南一带,那个时候是大唐的属地。 安南的梅书伦起兵反叛,占据了三十二个州郡,字号黑帝,黑帝自称佣兵四十万。 杨思绪主动请战,率领十万大军,一举平定了黑帝之乱。 开元十二年,杨思绪又率部平定了秦行张叛乱,斩首三三万级,活捉了秦行张。 这一场大战,让杨思绪进封国国宫,朴齐大将军。 唐朝的将军,最大的就是天策上将,只有李世民当过。 第二大的就是朴齐大将军,作为臣子,能当到朴齐大将军就到顶了,再也升不上去了。 著名的陈养金,也是死了以后才追封的朴齐大将军。 杨思绪一个太监,活着的时候,就当上朴齐大将军,也是一段传奇了。 再后来,杨思绪又平定了梁大海反叛,设此战役规模不大,对。 与杨思绪来说是小菜一碟。 龙州陈杭范反叛,自称是天子,占据了四十几个州线。 杨思绪带兵平叛,斩杀了陈杭范。 杨思绪一辈子没打过败仗,绝对是一员虎将。 只可惜,古代的时候,太监的身份就是原罪。 虽然杨思绪没干过什么坏事,但是,依然被历史严重低估了。 原因很简单,太监的功劳在打,读书人也不会去宣传他们了。 参考资料,蒙曼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众俊叛乱参考书目,资质通见,新旧两堂书,随唐往事系列贴文,由王福星原创。 马自不易,请尊重原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。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,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。 未经授权转载者,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